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這個節目 我們今天將會示範三個很簡單又在家中都可以做到的髮型 我們將會使用的產品都是來自日本第一美髮品牌Nise的造型產品 我們今天會示範兩個長頭髮的造型和一個短頭髮的造型 另外也會示範很Hit的泡泡染髮劑 事不宜遲,我們都立即去示範了 就是一個長頭髮長直髮的造型 怎樣可以令到平站長直髮都會有些改變呢 我們現在就立即去做 首先要使用的產品就是這一支 就是一支Juicy Shower草莓精華噴霧 其實它的作用就是幫你造型前先打底 順直頭髮和讓它貼服一點 Ivy在噴的時候,我已經聞到很香的草莓味 很清新 對,我知道這個草莓精華噴霧可以幫你頭髮保濕 支援你的頭髮 之後你造型就可以更容易一些 而且它可以保護到頭髮 之後做完Fee Power也不會傷到頭髮 沒錯沒錯 還有它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撫平一些毛髒 對,我們剛剛都用完這個Juicy Shower 去撫平了我的頭髮 打底之後 我們現在就真的開始去造型了 那用什麼呢? 就是用一支3號的Designing Jelly 就是一個水釀的造型啫喱 這個產品很有趣 那擠出來跟平時的啫喱是很不同的 那大家就可以看看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它很水的 對,很水的 不同平時的一般的啫喱 好像荔枝刺一樣 那擠了在手心之後 大家都會看到在這裡這樣搓 然後也要這樣 就令到你的手指也會有那些啫喱 尖到的那些啫喱 那當你整隻手都充滿著啫喱之後 就可以開始造型了 那怎樣做呢? 就是下而上 那向上爪 爪鬆頭髮 去令到髮尾這個位置 尤其是有一個立體感 那由於它是 它的質感很水長 那你造型的時候 其實就不會硬不斷這樣 因為很多一般造型的啫喱 它都會一坨這樣折出來 那這個就不是很水的 它用起來很清爽的 我都覺得 而且可能一般造型啫喱 用起來的時候 都會好像很粒 像香港大層 可能出完一天街 整個頭都會黏著層 但這個 這個啫喱 就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那其實大家都看到 我這邊的頭髮都爪鬆了 就看到會有一個弧度 有一個立體感 那做完這邊可以 也是一樣的 支支啫喱 下來 搓勻它 搓到整隻手都一樣 這樣 又是向上爪 那其實動作很隨意 總之由下而上去爪鬆頭髮 都可以的 好啦 其實大家都看到我頭髮都差不多了 也很軟 很有層次感 那怎樣可以令到它的線條更加突出呢 其實就是可以抽 抽一小條出來 然後可以這樣捲 然後這樣放下 變成線條尾就會更加漂亮 而且不會像平時的直頭髮那麼悶 好像扁踢踢 就會有一個很不同的效果出來 兩邊都可以馬上出來了 嗯 沒錯 這樣捲 放在這裡 這樣也差不多了 這樣捲 幾下還更加亂一點 對啊 效果就會更突出 對 就是這樣 那我們接下來 就不再示範了 就是短頭髮 到Charmie去獻出她的頭髮出來 那就是示範一個短髮的造型 來的 OK 謝謝